大好我亲,不知道粉丝一直在私信里问我 啊不亲,家族应该刷什么属性 那我亲,给各位带来家族的讲解 希望给选择困难症的小伙伴带来参考 一开玩路 先说几个比较重要的 一,雷霆万军 这个基本上闪电加攻击 仙人掌追击回忆之旅速抓长客 蓝梅平民打boss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需要说明,不建议专门为回忆之旅给猫刷攻速 虽然猫灰草只有闪电尖刺和大兆刺闪电加成 毕竟仙人掌追击回忆都能有 蓝梅前期平民过度打无尽 boss比卫猫刷攻速适配明显更广 掌握科学过关方法,压力会小很多 那说到光门万证家族 蓝色紫色家族主流的玩家基本就是 冷却缩减和返黄阳光 追击和回忆之旅最强属性组合 事先说明,返黄阳光额外25和50 实际概率是显示数值的两倍 追击方面,刷额外25不如双花直接一次大招 简单粗暴,配合返黄阳光 一千阳光,手到擒来 而六回忆之旅,冷却和返黄阳光 那就是1加1大于3的效果 配合贝勒破展这种速度非常快 前期破展完毕之后 后期挂机或者速刷基本没问题 阳光来的速度杠杠低 如果蓝色以下加速的话 刷额外50和无敌3秒效率更高哦 能量武器 这个基本上就是用空气家闪电服务激光斗 激光斗使无精和核击技竞速常客 配合挂件装扮基因 鸟杀追击6级巨人不是梦 如果配置没有双35加 有天使装扮的话 可以考虑刷攻击加冰冻给天使刷加成 但一般不建议 毕竟冰冻只为三分之一的子弹吃加成 局限性比较大 4.精英豌豆 分两种情况 骗追击那就是冷 原线加攻击服务机枪圆弯打 元素刷 三线做冰冻任务 原始打两个魔术的boss 骗武器可以刷攻速加攻击服务 原始豌豆加成控制 机枪花就刷攻速配路会吐不出子弹里啊 问题是有不少普攻输出比机枪高 或者会计方面的猪为啥会用呢 5.我要打10个 由于加速没有减CD属性 那基本就是近战加攻击 猴子输出 蔡文抄自己长课 冲击极端高分 开打概率还算比较高吧 哎呦你干嘛 这个蔡文啊 远的真好 下次别远了 以西北沿背西北套路 还不如先试试评论多9块9秒杀正品任天堂Switch 活动缓解压力 并试评论多拿出一批全新正版Switch 9块9秒杀包邮到家 大牌激将正品保真 Switch唱完马尼奥 塞尔达 宝克蒙某柱子等热门游戏 家庭机会 休闲健身必备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或点击评论区置顶蓝色链接 不用惹罚大人 点击直接开抢 活动现实限量 正在进行中 两三百强的售货地址 就有机会包邮到家 有所有学校的同志们 这里点进来有更多惊喜福利哦 今天来看视频的同志们 都能领导大铃包 点击赞就是还没抢完 点一份少一份 快撑吧 好了 接下来就是吹呼拉朽 这个要看多少情况 变相追击基本上就是 攻击加闪电 或攻击加冷却 完全服务 删除打追击 或者激光幻大无尽 毕竟删除大招就是为 追击回忆苏删而生的植物 攻击加冷却 是追击1到4关 之前关中最速打法 攻击加闪电 则是偏向追击第五关 攻击加攻速 服务五阶豌豆排鸡泡 这个家族一般没四阶 获了五阶植物 基本上刷的必要性不大 7.火力全开 这个家族基本上就 火龙上场多一点 剩下4的基本上很难上 刷攻击加火焰 完全服务火龙草追击 由于山主以及山主家族的出现 火龙很多场合都难上了 但火龙打有潜水潮湿的关系 还是比较难代替的 五阶火龙打Boss也还不错 没有四阶火龙这个家族 没必要提前刷 8.环保卫士 这个家族没五阶桑生 或者一阶钥匙 基本上就是公司加冷却 冷却服务追击 或者回忆之旅的贝累 攻速服务高阶加 大部分无尽 所以可有可无 有五阶桑生或者一阶钥匙 基本上首选就是公司啦 另外属性的无敌三名 或者冷却缩键都可以 9.繁华思锦 攻速之后打无尽 狙控精速阵都很不错 估计让金鲁梅提高攻击 但金鲁梅里面用在无尽 竞速偏多 追击Boss打高峰 肯定不是最优选 10.真能打 这个家族基本上就服务大嘴花 直接刷攻速加无敌三秒 毕竟平民无尽 大嘴方八列容易记 刷攻速可以多触发无尽技能 需要注意攻速不要刷太高 刷个17%左右的攻速最好 越高有时候可能越慢 这种情况我猜 可能和玉职有一定关系 11.冰力四射 服务无尽就是攻速加攻击 让冰瓜冰龙的控制更加稳定 传追击象基本上就是 攻击加冰冻 服务冰龙 完成冰龙任务兼具输出 12.唯一青年 这个家族基本就是攻击力加冷却 冷却服务有感染早点恶生任务 熊果增加大招攻击力兼具打输出 熊果等级低可以考虑于攻击幻无敌 破坏大师有天使的存在 基本压力不大 没必要刷反弯阳光 13.百步穿江 基本攻击力加冷却 完全服务激光头和竹笋 激光头追击可无尽技术的价值前面一说 互言而喻 竹笋大招可以场外击飞将是秒结算 击飞刹长包是最快的 在追击级限技术中不可或缺 14.人都力量大 基本是冷却加攻击服务保龄球即可 保龄球在之前的版本修轮后 没法做熏运任务了 或许困难 除开高配平民打追击连赛与外 基本上很难用到 一般不太用心刷这个家族 15.人都小队 基本上攻击加攻速服务鞋子即可 需要注意鞋子只有出标的时候才响应攻速 毕竟必要固定会飞2.4秒 攻速加成效果不明显 一般没有4件以上的鞋子 这个家族刷的必要性不大 虽然冷却时间长 但带个家族花盆挂件 加个模仿者基本没啥大问题 控场大师 基本上攻速加冷却 攻速给苹果提高控制控场能力 冷却服务除菊 对提做迅速任务 一般没5节的苹果或者高阶菊花 不太建议神刷 剩下的基本就是 要卖加速里的植物偏吃技能 很少吃加速属性 要卖是使用率很少的加速咯 感谢观看 好的,我是周庆 制作非常无益来一波点赞加关注吧 下期再会